猜一下这个建筑是什么呢 嗨,我叫金米 今天我来到桃园街这边逛一下 曼谷桃园街跟别的地方桃园街也没多大差别 每个国家桃园街长得都差不多了 就会比较乱一点点 可能因为发展的比较早 没有好好规划 好了,跟着我镜头去看看吧 泰国广教会馆 就是广东教庆的会馆啊 其实呢,真实的曼谷啊 很多都是这么老老旧旧的房子 这么很有感觉 我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啦 这条街呢,到晚上五六点的时候啊 是超多小吃的 算是一条夜市的街在桃园街 但是价格都比外面会贵一点点 我们现在要先去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之前啊开车的罚单 调了先啦 但很好啊,最近都能在银行交了 那就去银行交 不用跑警察局了 这就是很真实的曼谷啦 说明泰国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超发达了 已经有这么高大的楼啦 当然啦,都是华人比较多啊 今天尽量排队 我相信很多人来曼谷旅游的话 都会有来过唐人街对不对 唐人街就是人很多 而且都是夜景很漂亮 我之前做旅拍的时候 都是晚上来这边拍照 因为这边灯光真的很漂亮 在影片的最后 我会把一些曼谷唐人街夜景 对啊,是酱油冰淇淋 曼谷唐人街夜景扣上来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那个酱油冰淇淋哦 我看到唐人街这边卖奇异果 超便宜的 十五个 十五个就这一袋 而且蛮大的 就是五十泰铢 五十泰铢就十一块有门币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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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来没必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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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才十一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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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罚款终于到了 这银行交罚款还有手续费二十泰铢 这银行交罚款还有手续费二十泰铢 这边下午就没人了 早上是超多人的 哦,这里还隐藏着这个 对新开的 对新开的 在老巷子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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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边上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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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坦古银行 就是Bangkok Bank 曼谷银行 竟然开到这里了 曼谷银行 但这个楼确实蛮有感觉的 这边是一个十字路口 我真的蛮喜欢这个楼的感觉 很漂亮很漂亮 没想到这台车能进来这种路 让一下先 袜子十双100泰铢 就是25块人民币这样子 都是一些杂货店为主啦 我相信基本上老板都是华人 这些都是卖玩具的批发玩具 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觉得有一些新鲜奇怪的东西 嗯 这应该是炸的薯 番薯 很久没见过这些东西了 这些就是农村那些门锁 我们来吃一个 银行的很咖啡 要鲁木糕吗 鲁木糕可以 一个40元 可以要一个 唐人街里面新开一个百货 看到蛮多这些中国元素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方奶茶 啊 还有一些幼谷茶 我蛮喜欢吃幼谷茶的 当然啦 这很空 最主要是它很新 跟唐人街对比 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来 我们看看吧 这是一个幼谷茶餐厅 做的颜色很鲜艳哦 看到红色的感觉呢 就很饿 一方奶茶 台湾的一方奶茶 哦 不对奶茶 一方水果茶 果然啊 泰国有水果茶了 贵吗 这些39元 那好便宜耶 对啊 好像是这样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手标泰茶 喜欢泰国奶茶的话 一定要选这个红茶去泡奶了 出来就是唐人街 这就是一个新的百货 还有这个龙 哇 蛮有特色的 吐吐 呵呵